姨婆最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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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婆爬爬走 今天來到桃園大溪就百集隧道口 預計從舊隧道口出發 走走都府不到攀登頭寮山與西周山 在原路往返 總督府登山步道 原先的名稱為南曲溝谷道 步道的起點與終點分別位於百集隧道的左右側 一側在舊百集隧道口 另一側在桃五十一縣、成恩路 客家面小吃便盒 百集隧道只是一條幾百公尺長的隧道 因此步道的距離並不長 只是翻越隧道上方的山頭而已 從舊百集隧道口出發 沿著總督府不道往上攀爬 一路相當的走峭到山頭的山頂 大約耗時約二十分鐘 山頭的山頂 這裡是各路府道不道交會的路口 也是登山客的中繼休息區 總督府不道直走越嶺而下 可遞達成恩路 落在此處往右 可更往頭寮山 繼續向前走 可接大求求苦到西州山 今天預計攀登頭寮山於西州山 因此從山頂的休息去此又行 往頭寮山的方向前進 從山頂向左行 山頂剛好逢越百集隧道的正上方 往前接著連通百集領印步道 穿過百集領印步道 可以繼續往前攀登石龜坑山 白石山 從山頂的休息去前往頭搖山 沿途山頂部分路段相當的陡峭 南潭 今天大概也不重八公斤多上山 不重攀爬真的非常吃力 原來處ają馬 侯寮山 又稱為南居溝山 湯寮山又稱為南居溝山 山頂有一日俱時期的總督富庫庫天 沿著步道往前可抵達西州山 與石門水庫西州公園 这是桃园一条相当热门的江山摊爬路线 较热门的走法是西头纵走 西州山走到佩洋山往返 以及西白纵走 西州山金头佬山 石龟坤山 走到白石山往返 一般西头纵走及西白纵走 处罚地点大概都选在平陵馆至站附近 有三处登山口上山 也可以从总督府不到登山口上去 或者从百吉林印步道上去 走到安部再连接步道山进上山 终于抵达佩洞山 从山顶的休息区走到佩洞山耗时约四十分钟 山顶视野非常好 从头聊山山顶海子一起看 四十四十四十五元气 山顶海子智逻 knowing 石龙坤山上海子智逻迫山 山顶海子智逻山 海子智逻山 梅每十九元气 山顶域顶海子智逻山 小島胶海子智逻山 北山顶海子智逻山 因此监洪山沙坛 启丽山噪山 阻山行开 总督浦湖道冰灯头辽山与西州山全程大多都有树林遮蔽 一年四季皆非常适宜来参爬 从头辽山往西州山的山进步道中途有细分左右两条路径 两条步道在西石坪之前几百公尺处会再次交汇 所以往西州山旋走哪一条步道路径都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处设有休息座椅可以在此稍作休息 还能远到使用水晶的运气外面流伤 来到大球球古道交汇的路口 来到西石层附近的阶梯跟山谷道口 准备继续往上攀爬 西州山位于石门水库北侧 隔着石门大坝与石门山遥遥相会 为台湾小百岳之一 一般西头纵走 西州山走到头阳山 部分山进步道相当陡峭 因此成为许多山友挑战百岳前的最众训练场地 许多登塔百岳的山友 平日也常来西头纵走 锻炼及维持体力与耐力 以及做故众训练 来到中途的休息区 可以见到大汉西级对面台地的角色 先休息一下 喘口气 再继续努力往上攀爬 好多久 大家会有点感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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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